茶叶农药茶叶的问题啊,我早就已经关注了,而且现在的话我已经介绍了七八年了,这是我视频下面一位粉丝的评论,其实不管是茶叶也好,还是蔬菜也好,只要是我们这个食用的食品类的东西啊,农产这个问题啊,肯定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啊,但是我个人觉得啊,没必要,就是你看到报道,比如说是一个茶里面检测出农产,或者一个蔬菜里面检测出农产, 你就全部一杆子打死啊,认为所有茶叶,所有蔬菜的都是有农产的,我要把它戒断掉啊,其实没必要,因为其实如果有机会大家来到这个源头去看一下整个一个茶叶的种植啊,其实现在已经发展出来啊,很多类型的一些种植方式了啊,可能大家现在呃,印象里面或者是经常看到的一些茶叶种植,可能第一部分就是这个呃,台地茶的这个种植啊,就比如说是看到一些这个 行拍的大片或者一些照片里面啊,看到的那种非常漂亮的茶参啊,整个一个茶,它是一行一行的啊,非常震撼啊,就是整整齐齐的修整的,然后呃,整个茶绿优优的啊,看上去非常的这个气派非常漂亮,然后呃,看着像这个绿化带一排一排的排起来这样啊,也有人把这个茶叶啊,这种茶称为了这个绿化带茶,那么像这样的茶员,基本上管理上他肯定是会用一些这个化肥和农药的, 其实包括我们有些时候我们在茶参,我们去到这个茶地里面啊,因为大部分人其实是非常呃,忌讳农药和这个化肥的,他们一般情况下啊,这个农户岛那个农药化肥之后,他们一般都会把这个袋子收走掉了,但是有些时候啊,我们还是会在茶参里面看到啊,这个茶地旁边,可能就丢了这个,比如是摧牙剂的,比如是杀虫的啊,啊,比如说是一些这个,呃,化肥的一些这个,呃,呃,在这个天上啊, 我们也会经常见到啊,那么对这样的茶员啊,他一定这个茶叶,他会有一些这个,使用到这个农药和这个化肥,但是我们这个农药和化肥,呃,使用之后,他是有这个衰退期的啊,如果说是正规的,经过检测的茶叶啊,他正常情况,他化肥和农药的残留,他是不会,呃,超标的啊, 啊,那么他就必须要符合这个要求和标准之后,才能去采采,才能去做出这个茶叶,就才能上市啊,当然其实现在很多茶叶可能就没有办法做到全部的检测啊,啊,那么这个是第一种啊,就是台地茶叶做出来的茶叶,啊,那么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农药茶叶,但是这个东西不是百分之百的,因为所有东西你要以检测,以这个数据说话为止啊, 那么第二种茶叶的话,就比如说是我们的这个,呃,我2022年做的一款茶啊,这款茶的话叫这个甘烈啊,这款茶的话,现在还剩这个一百多的饼啊,那么那个茶叶的话,我觉得就,呃,非常的这个原生态,那么那个茶叶的话,其实就是,呃,原来的这个台地茶叶啊,大概就是,呃,建国以后啊,就是五几年啊,大概是五七五八那个时候啊,这个茶叶,他当时种植下来的茶叶,然后,呃,当时 可能也是发展这个集体经济嘛,啊,然后大家去种这个茶叶,种了这个茶叶之后,呃,可能头几年还是效益比较好啊,但是后面的话,效益比较差了之后,那么整个一个茶叶,也就没人去管理了,因为你去管理这个茶叶,到时候你花的这个工夫啊,反而还没有这个叫什么挣来的钱,呃,比花的工夫还要少,所以说没人愿意去管理,后面的话就荒放了啊,那么等到2022年,我们去看的时候啊,这个有有有有一位这个 朋友把这个茶参这个,呃,包下去,我们去看了一下这个茶参这个茶,茶树已经长得大概有这个四五米高啊,基本上都是有,呃,基本上是,呃,高过人很多了啊,整个茶园已经全部长进这个森林里面去了啊,所以这样的茶园,如果说是这样的茶园,那你说他怎么可能会使用化肥和农药呢,那么这样的茶园做出来的茶,基本上就不会存在啊,刚刚讲到这种化肥和农药,因为首先他肯定是没人管理的啊,他也不太 使用的啊,所以这个茶叶啊,那么我们2022年的时候,我就去做了大概有两百多瓶啊,那么这个茶其实做下来,我觉得这个口感滋味也好啊,这个香气也好,都是非常不错的啊,但是还有一点遗憾,就是这个茶园,因为他是从台地茶园荒放过来的,整个茶的这一个密度还是有点高,其实他的采摘会相对困难一点,然后他产量会非常低,因为本来台地茶重的时候是一颗爱一颗重的,你等他这个放高了的时候,他肯定 就是一颗跟一颗挨在一起的,然后中间可能有一些这个其他的杂树,长起来了啊,然后整个产量的话啊,一颗茶里面就发的这个一点点啊,整个产量非常低,采摘非常贵呢,但茶叶品质啊,确实不错啊,确实不错啊,那么喝起来的话,他这个花香啊,还有这个,而且这个干茶这种蜜蜜啊,非常紧打开的时候啊,这种花蜜香这种啊,非常的这个扑鼻要来,非常的舒服啊,整个茶叶喝起来的话啊,甜甜润润的啊, 然后这个苦涩的话,也化得非常快,入口之后带来种回甘生性,非常的迅猛啊,整个茶叶的品质,我个人觉得啊,作为可量茶已经绰绰有余了啊,所以这个茶如果大家对这个茶感兴趣的话,那么一定要来找我啊,我还剩一百多笔啊,第三种茶叶的话啊,就是古树茶叶啊,那么整个一个茶叶它树的话啊,比较大相对来讲啊,它也是比较粗,然后可能种植的历史也会出现, 比较长啊,那么一棵树跟一棵树隔的也比较远啊,那么这些茶叶的话,可能就散落在云南的各个这个村下,这个山上啊,这个啊,这个需要这个怎么讲就是,呃,做茶的这个人,或者说是茶场啊,到这些地方去,呃,去找到这些这个资源之后啊,我们再来分产啊,那么像我们这个藤冲的茶啊,就有一部分是这样的, 这个一个,呃,茶园的形态啊,就是整个树非常大,而且这个,呃,树之间的距离啊,也离得非常远啊,那么这种茶园啊,它相对来讲,它的这个产量相对也会高一些,而且这种茶园啊,现在那种经济价值啊, 这个茶园也不会耍到去给它去打药去试费,因为这种茶园,如果你一旦打了药试了费,茶厂只要一旦发现了,基本上它不会收你的茶的啊,啊,这个做这个真真正正做茶的人,他是不会去收这样的茶的,啊,当然就说是有些这个市场上啊,有些茶他确实是,呃,因为这个茶太大了啊,像这个古树茶,或者说是这个,刚刚讲到的这种这个荒芳的荒芳茶园里面的茶,确实是,嗯, 相对来讲啊,目前来说,产量要小一点,因为它整个一个,呃,管理方式上啊,它就比较粗放,它的产量啊,只要就是说是你没有这个矮化,没有台义过的这个茶,它发芳的这个量啊,它没有这个台地产矮化,台义过这种啊,发芳的多啊,而且发芳的快啊,所以说是这个,呃,这个管理粗放的这个,它产量相对会显示,这个视频上肯定就是,呃,品质低的差别,相对来说会危险啊,但是如果说大家真的这个,呃, 呃,想要这个喝好茶的话,其实我觉得,呃,完全没必要,又是,呃,担心这个农产的问题,你只要找到这个源头,或者说是去,呃,你认识的一些这个茶农,茶山,茶坎,去找一找,去看一看啊,那你可以去盯着边,去坐一坐啊,你每年也喝不了的话,茶你自己买点回来,这个试一试啊,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呃,没什么问题的啊,那么如果说是大家喜欢,刚刚讲到了我们讲的那块,这个咖喱那个头的话,那么给大家的大家的话,一定要来找我,